彎虾邀来把回收物进行分类 还将瓶盖环拆开 所有细节一点都不马虎 我的兄弟在展示我们 如何分离它们 柔软的 硬的 硬的 和阿菲 我们不在做蒸汽 当我回到家 我会告诉他们 我们分离它们 我们做这个工作 三十位来自非洲的慈激之工 到花莲环保教育站认识环境 师兄师姐也介绍大爱感恩科技 才知道原来资源可以变黄金 非约一万多公里来到台湾 这群非洲菩萨大多是第一次接触回收分类 他们也发心立愿回到家乡 更要落实环保爱地球 大家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华联报导 华联报导 还有我们下期的参数据